好,2023年科技股带动美股大涨 不过今年一开年却是大跌 美股既从周日平均就下跌了近2% 短短几天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 对未来科技股的走向市场现在看法有些分歧 有人认为科技股还有五年的多头可走 也有人担心本梦比破裂 我们请教同一头顾证券分析师陈杰瑞 请教您的观察 我觉得当然我们先讲元月份的这个开市 不管是美股或是台股出现比较大的回档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在昨天美国公布会议季 就是FED的典总会的利率决策的会议季 那当然市场上会担心说 FED这边讲的没有这么的鸽派 所以有些科技股这边就见到一些回档 那当然最近的美国供债值利率也是稍稍的反弹 那所以其实就很明显看得出来 其实在2023年你说不管是AI 或者是美国的科技股 或者是FED这边的大涨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AI的一个需求非常的强劲 那第二个就是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很强烈 所以当然市场上如果看到 这个联储会利率决策往下降的时候 愿意给科技股的本益比 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再加上去年2023年 其实市场上对于AI的一个想象空间是蛮大的 所以带动整个科技股的一个涨势 那当然在2024年的开市的两天 见到比较明显的回档 第一个当然是市场担忧 联储会可能降息的幅度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话 那现在给科技股的本益比会不会太高了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AI其实也从2023年 大概四五月从微软的Channel GVT开始 到NVIDIA的一个财报 才测得很好开始 到现在其实也反映了大概超过半年的时间 那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在检视说 这个AI到底有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好 尤其是像这个AI问世之后 其实比较明显见到营收获利的成长 大概就只有微软 还有像是最主要是NVIDIA 那当然NVIDIA它主要是卖AI晶片跟AI伺服器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大厂 科技大厂都在部件AI的资本支出的情况之下 NVIDIA是业绩比较好的 可是我们这么多的企业去部件AI 到底有没有办法带来实际的一个营收跟获利 这个是市场这个2024年观察的一个重点 如果营收获利跟不上来的话 我觉得在本益比过高的一些科技股 可能就会面临到鬼党的一个风险 可是大家去想一下 就是在需求端 市场上真的多少人去购买AI相关的一些产品 就是付费去买GPT4的人很多吗 或者是付费去订阅微软Copilot的人很多吗 其实好像也还好 那更何况是现在2024年 大家都在讲AI的手机跟AI的PC 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观察 就是说今年包括CS展 包括MWC展 或者是台北国际电脑Computex展之后 这些新产品推出之后 到底市场上愿不愿意买单 我觉得这个是今年观察的一个重点 如果说需求还没有这么快上来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就会面临到本益比修正的一个问题 那现阶段因为整个AI它虽然问世了 但是其实好像还没有见到很明显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或者是托利模式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2024年来讲 可能大家会开始观望这一块 到底需求跟数字的部分 有没有办法见到很明显的一个成长